A&Watt News 今天讲一个经常很多人提及的话题 每次我讲这类型的话题的时候 view数都比较高的 就是香港的地产市道 过去这个星期有三件事大家需要注意 第一就是有一个大布区半山的新盘叫天钻 它一开售的时候就卖四百多个单位 差不多卖了九成多 相当好成绩 另外就是有些市场人士估计 香港全香港的二手楼的成交 在一月份可能只有千多二千宗 究竟千多二千宗是多还是少呢 用什么概念去衡量呢 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数字上的概念就可以看得到 全香港去到2017年底的时候 大概有115万个二手楼的单位 那千多二千宗的成交你说多还是少呢 在整个月来计算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说和刚才那个只是其中一个发展商的一个大布区 新界区的新盘都卖到四百多个单位 那你说整个香港的二手楼只有千多二千宗成交 那你说那个比例又如何去计算呢 那第三件事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市区重建局之前 我们也有说过的这个土瓜环的一个新盘叫换言移居 那就申请相当踊跃 那连这个市区重建局自己都做了些统计 统计出来的结果呢 那他初步就说看到有很多人都是 其实是给得到每个月的供款的 只不过是给不出首期而已 那所以他们就提出这个九成按揭计划呢 就应该都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来的 那他们还说呢 在未来就会考虑怎样去建多一些首置盘 甚至乎在新界 并会就向政府提交一些建议 那我觉得呢 前面这三件事呢 其实都已经足以证明了 香港现在这个楼市的扭曲情况呢 已经完全是由一手去主导了市场的了 那而一手主导市场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我有朋友最近看了一个新楼的租盘 因为呢有一些呢就刚刚落成 没来就开始招租了 有很多一手买牌的业主开始放租了 那他发现呢 整个楼盘呢都有很多动下的 那不过原来整个楼盘的设计呢 都没有一个的耿局的间隔的厨房位置的 而全部呢都是开放式厨房的设计 那而那一些的楼台呢 还是每一个都是得丁方呢 只有十几十尺尺而已 顶多只能够用浪衫 那你说个人站出去究竟做什么呢 就没什么好做的 除了你站着看一看风景之外 你摆一张椅呢都只能够摆一张圆椅 而不能够摆一张座椅 我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一手楼或者一手盘呢 近年它们越起越小呢 基本上呢 我觉得如果作为政府或者一些学者 在土地发展有研究的人呢 都应该是估计得到的 因为呢 楼价不断升 如果你还要别人买得起的话 当然呢 其实只能够呢 就起小一点来就回价了 那而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出来的结果就是说 大单位供应呢 可以说是绝无紧有 或者相当少 甚至乎呢 如果你在市区要买到一些的 六七八尺或者以上的单位呢 你走去一些地产代理公司门口看看吧 就算不用一千万呢 我想呢都要八百万的了 那你说了 香港是否无人需要 或者无家庭需要住这些 六七八尺以上的单位呢 我觉得政府呢 在现阶段呢 其实真的要好好地想下呢 怎样样呢 将这个一二手的平衡呢 去重新怎样呢 去可以说的话呢 是要抖症那个局面或者情况 如果不是的话 我相信呢 未来呢 这个市场只会越来越扭曲 现在的所谓纳米楼呢 我觉得呢 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来的 因为从现在的一些的 所谓市场上面 推广着的一些一手盘来计呢 其实呢 你已经再难见到呢 有一些所谓的千尺的大单位了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 我相信呢 香港呢 就算你说我们经济再怎样好 我们呢 那个GDP再高 或者我们那个金融中心地位再好的话呢 你都很难呢 再吸引到一些精英 或者外地的人才来 因为我相信呢 香港人自己就说住惯纳米楼而已 你说要一些外国 欧美的专才来到 他们都如果 他们就算用十几万 都只能够用几万元 去租一个三四百尺的单位 你说他们又情何以堪呢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一段 付证据 请不吝对